看一下MRC队长队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其实我觉得 我们直播间的兄弟们分析的很正确 蜡相师我觉得会比守夜人好 这把守夜人其实很有可能被打三跑的 这个阵容非常的扎实 这个阵容打单刀型剑管者很厉害 这把宠爱这个守夜人掏出来其实有点勉强了 蜡相师会好很多 为什么呢蜡相师打击球手 蜡相师打那个先知 其实都不错 然后他可以卡蜡去追调球也不错 蜡相师打这三个点都挺香的 但守夜人打这三个点都不香 因此 我自己感觉 兄弟们是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会不会完成一个三跑 前期如果牵制的好 中间打架打一打 这个守夜人其实蛮容易被打乱节奏的 先看一下开局 这把的话抓调九师是肯定抓不了 抓调九师这局就没 抓鸡球手 那也一般不太好打 抓鸡球手也一般不太好打 这边一棍子就鸡球手三颗球交完 先知鸟一顶 三台击不过分吧 这里 车还拦了一手 起风 压压压 球没中 闪现的话 鸟能不能扛住这个闪 阿闪 这波主要这颗球没中 当然也是宠爱的一个走位比较细 还行吧 你说这个局穷者没机会三跑吗 对不对 先知的鸟是不是还在 鸡球手手里面是不是还有球 拥兵先套一波薄命 这波薄命就是来挪一个位置 就是来拖一个薄命的时间的 然后 先知或者调九师再来救一波 特别调九师来救 调九师救完之后给上酒 先知套鸟 这口酒回上 是不是四人开门战的面就出来了 剧本是不是给大家写好了 剧本给大家写好了 剩下就看能不能执行了 有机会的 鸟 再加九 这颗球 一棍子 这波就想溜啊 这波就想溜起爆发 跳 你跳 我翻 哇塞 再来 同样的位置 再来一次 刚才没打到 从来这边晃 再一手牵制 吸过来 把这个球再捡起来 完了 那那口 那那口 啊 扒 扒 哎 从来这边怎么翻窗了 剧本跟我写的不一样 但是不关键 关键的是 这一波奶奶溜起来了 再给你 好了 下一波 下一波 有球 有鸟 有酒 宠爱的闪现有没有 闪现把这一切都破了 有没有可能 余兵救人 先知套鸟 调酒师 修鸡子 酒应该不来了吧 还是说小迪老师来 先知修鸡子 哎 可以先知 先知远程支援鸟 余兵这边 救人扛刀 调酒师这边 扛刀给 给酒 哎 没有 两个人修鸡子 远程给鸟 可以可以可以 也都可以 反正他们有无数种打法 只需要 撑 没多少时间 鸟给上了 好的 这波鸟给上 但是这波的话 打完之后 有一个 你过去先点开 有个闪现 有 这个刀 这个刀 打的其实还是蛮漂亮的 再薄业 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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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 吸 鸡子量 闪现一刀 带走 挂飞 但是你交了闪 这个傭兵是满血带 护币 傭兵甚至当着你的面点门 傭兵甚至当着你的面点门 不是 这波傭兵当着你的面点门 有点硬啊 头 这个头好硬 我 傭兵满血带一个护币 他为什么不走一走啊 宠爱这边是 手里面是没有 他怕这边宠爱直接跳过去 去管那边的门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先给你拖 一刀打中 地窖在中场 可以 看宠爱这边 傭兵 一个护币跳 快走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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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哎呀来不及 三跑 对不对 所以说我 我们直播间的兄弟 当时 一直认为 这个蜡巷师 要比 守夜人 可能会好打一点 是不是 没什么毛病 别忘记 我们下期再见 先给你 我们下期再见